北威开国皇帝道武帝的生母嫁给他的祖父,导致数年后一位宰相被杀。 北威的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归的生母,是赫氏史称献明皇后赫氏出生于公元351年,并逝于公元396年。 她是鲜卑族人东部大人赫也干,又做赫也语的女儿,赫氏的丈夫,就是在国昭成帝拓跋时以前和儿子拓跋时。 然后生了拓跋归,但拓跋归是一父子,他还未出生他的父亲拓跋时,就是示了大家注意一下日期时间。 公元371年5月,拓跋时去世7月拓跋时的儿子拓跋归出生到了皇室远。 年396年,拓跋归建立北威政权,是为道武帝他遵生母赫氏为皇太后,就在这一年赫氏的小儿子秦王拓跋孤初始后宴,被后宴皇帝慕容锤寇扣柳,赫氏忧心成吉,不久并施嗜好献明皇后。 看到这一点大家是否有点疑问,在拓跋归出生前的两个月。 他的父亲拓跋时,就是世了,他也不是双胎包他的母亲赫氏,有哪里来的小儿子拓跋孤正史上没有记载拓跋孤的出生年月,也没有记载他的父亲是谁但也,史上记载拓跋归的生母赫氏,改嫁给了拓跋归的祖父拓跋时以前并生下小儿子拓跋孤,而且在拓跋时以前生病时,赫氏为了保命绑着后夫衣, 以前的公公,拓跋时以前送往迪影,这种是不上了正史的因为北魏后来汉化了。 以这种认为,史在公元439年,太阎五年12月时,太武帝拓跋涛到武帝的孙子,命在乡崔浩去修国时, 拓跋涛,盯主写国时,一定要根据石鹿崔浩有点实心,搜集了魏国上代的资料,编写了一本《魏国的国时》, 丙比之说尽数拓跋式的历史详细真实无所避讳。 写了拓跋是一些不愿人知的早期历史,当然就有道武帝拓跋龟的生母赫雪改嫁给了拓跋龟的祖父那时, 然后国际,坎坷在石碑上立在大陆旁,引起往来周围人的议论。 先被贵族看到后时,纷纷愤怒先后到太武帝拓跋涛前告状指控崔浩, 有一铺杨国议结果公元450,年7月5日太武帝拓跋涛诛杀崔浩由此可见。 在这人世间讲真话,是有代价的做一个诚实的人,未必有好报做人不能实心。 演催浩聪明一事,却因写过事实,讲了实话丢了一条命以后,我们看到的北魏正是就是删结版的很多让汉族人觉得匪夷所思的事情, 都让删除了道武帝拓跋龟取心姨妈为妃不足为怪,因为他生母克氏,还嫁给了他的祖父道武帝拓跋龟是该向他生母的小儿子拓跋姑叫叔叔。